在社群PO出電動滑板車的照片 但標題卻寫著 沒想要人生第一次報警是在台灣 原來PO文的女子來自中國大陸 日前來到華聯旅遊 向租車行租電動滑板車 結果騎出門卻發現不能上路 女子無奈的向夜整要求退款 但卻被拒絕 氣得只好報警處理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就是不願意妥協 事情就發生在十二號 華聯市中山路一間租車行 當時黃姓女子表示 當天中午乘租電動滑板車 付了五百元租金和八千元押金 直到傍晚五點七出門 但卻被員警攔了下來 業者表示願意退押金 但租金只能退一半 讓當事人無法接受 當事人後來聯絡消費者服務專線 但申請流程耗時大概有一個禮拜 但當事人即將離開臺灣 也沒有在臺灣的朋友可以協助 只好想其他辦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而詢問當事租車行業者表示 一切依法處理 另外就目前國內現行法規 電動滑板車只要騎上街頭 就是違法 只在私人場域 例如飯店 校園等區域才能使用 消保官表示 如果租車行業者沒有告知 就是違反民法契約的付隨義務 那這時候消費者就可以主張 這個解除契約 請求返還租金 那我們更擔心的是 消費者如果因此受傷的話 那甚至業者 甚至可以向業者主張懲罰性的賠償 提醒民眾千萬別棄 電動滑板車上路 否則會被開罰最高3600元以下罰款 TVBS新聞高中學家童花蓮採訪報導